-在你中文字幕? 歡迎來到財教你說 只有想不到 沒有 不知道 他告訴你 終於 從志祖健康管理 的陰霾中走出來 脫移而出啦 我的天空生日 2021年跨年的時候 30個 我差應該是年輕人 在跨年的時候被抓 原來 是有,真的有在抓的 天王阿 I see you 沒有這種東西啦 天王其實就只是 跟電信公司台灣的三道 龍頭嘛 那個中華電視鏡 台灣大哥大跟遠傳 去調基地台的紀錄啦 就這樣而已啦 其實他說不只是這樣 最厲害的就是這個 沒有一定有啊 這個通常都會有 他到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透露他到底是用什麼方法 因為有人問他說 你如果沒有帶手機出門 是不是就不會被抓 我們疾管中心他說 你不算沒有帶手機 我也可以找得到 這個就是厲害 你沒有帶手機他還是找得到你 然後立委問他說 到底什麼方法 他當然還沒說 這我可以理解啦 因為這個東西是 國家安全問題啦 對 那為了中華美國的安全 我今天的題目是什麼 跟國家安全有直接關係 是什麼呢 各位同學在美國也出現了 跟太陽花學運一樣的東西 只是這次 美版太陽花事件 對 沒有想到台灣也可以成為美國學習 所以這樣 我們理先了六年啊 沒有想到 在美國其實 民意的殿堂 Senate US Senate 跟Congress 這兩個東西 一個是眾議員 一個是參議員 是美國民意無上的榮耀跟地位 等於是那種羅馬時期那種元老元 對 就是他這個東西不能討論 因為這代表了人民 那所有選舉的東西都必須由國會認可 那這一次 川普很明顯又有玩火上升 真的有玩過頭了 對 然後之前我有記得有一篇報導是這樣的 就是有人問大陸的網友 那個居民也好幹嘛 我聽到一個非常厲害的論述 就是說你到底支持川普還是拜登 對 然後呢 他回答說川普 然後那個記者就很驚訝 誒怎麼會這樣子呢 川普明明是反中啊 他就是要在國際上打壓中國的地位啊 然後要禁止什麼關稅壁壘啊 然後再禁止高科技輸出啊 那這樣子的萬般打壓 為什麼你還是希望川普當選 因為他說川普當選 的確中國經濟會很難過 的確很多高科技的東西會被撤走 但是川普可以毀滅美國 短痛不如短痛 噔噔噔 喔欸這回答很經典 可是如果是我我就不會講 川普的確是美國的民主歷史上 算是一個非常奇葩的一個存在 他不是唯一的奇葩 美國爛總統不只這一個啦 但是他應該是最爛的 對到目前so far最爛 那就是說老師啊 川普就是美版的丁手中啊 對不對 我覺得應該不會啦 選輸了卻不認啦 對不對 可是我必須講 因為丁手中還不至於到 叫人家衝進國會隊長 對因為丁手中是有做事的 他是用法律的方式去尋求救急 他是體制內嘛 那這個你不能說 這個就是體制外的方式 叫人家衝進國會大廈的人 居然不是別人 而是總統 而且是現任總統本人 就是有點像是老大哥 然後叫自己下面的臣民 然後自己去衝擊自己這樣 覺得這個真的是有點太誇張了 那我跟羅斯錄現在這一集的12個小時之前 我就知道了 因為各位 兩岸的人就是 把人很迷勞喊 就我在對岸網友非常開心 對你也不要太開心啦 這個東西喔 變成一個諷刺的一個對象 說的沒有錯啦 但是你要知道美國慘喔 你也不一定會好過啦 你只是看起來好像現在沒事情 你現在是很多事情都被壓著 然後對岸發不出來 你知道這次疫情 內地自殺了多少人嗎 我想你應該是不會知道的啦 你不會跟我講說 這件事情上面還有聯論自由吧 我下面私底下訊息收有多少 你可能不知道啦 但是我說實在 這的確是一個 蠻值得嘲諷的一個事件 這你覺得很丟臉 真的是很丟臉 所以我自己在FB發文的時候 我就說 美國史上最恥辱的一天 因為他們引以為傲的 民主居然毀滅了他們國會殿堂 而且很特別的一件事情 裡面現在已經死了五個人對不對 對 很多悲劇產生了 對 開槍增加這樣 裡面有一個 竟然是退伍的軍人 所以他等於是 因為在美國軍人是一個 非常特別的存在啦 然後他就是 所有人都會 感謝你為國家 尊敬他 對 他是很寵無的一個國家 這是真的 那這個東西其實某程度我覺得 是有從歐洲的那個 歧視精神傳染過來的 對 但是他會更偏向就是 真的去打仗 然後說 你去過伊拉克阿拉夫汗 結果這個人很奇怪 美國軍隊應該是 完全效忠 就是民意的嘛 對 然後所以 國會的殿堂 攀議院你怎麼可能 他完全就代表民意了 理論上啦 對 雖然我知道很多同學應該是 人力的代表啦 對你不這樣讓你同 但是 在美國人 心目中他就是這樣 但是結果 這個退役精英人 竟然跑去做這件事情 那他為什麼這樣做 這個跟川普的 煽動 我覺得某程度是 完全 必須說直接連結吧 你不可能說這個事情 跟他完全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是川普直接用演講 叫他們衝進去的 而且喔 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20小時 他就立刻譴責 這些衝進去的人 對 明明就是你 叫人家衝進去了 然後你現在又發文 那麼譴責 但我認為在這裡 我們會走進去 到首席 然後我們會 祝賞 我們的 聰明議員 和 議員 女 我們可能 不會太多 祝賞 他們 最後更妙的一件事情發生了 今天在八個小時之前 還是十二個小時之前 Twitter的總公司 現在發佈說 直接封禁 川普總統的Twitter帳號永久 封禁 所以從此之後 我們就再也看不到他精彩的演講 大家都知道那個 Twitter在之前的時候啦 其實 我說實在台灣人 不多人用Twitter 其實我很多的學生 他真的是為了川普去辦Twitter 真的 他就說他是想要知道川普在幹嘛 你知道大陸人其實很多人是這樣 也是因為 因為川普然後就用Twitter 從2016那個時候其實就一直在用 然後就很夯夯起來 可是Twitter寧願把這一隻金雞母把它砍掉 真的這樣聽起來真的是金雞母 真的金雞母 他帶了很多流量你知道嗎 超級無敵多的流量 他全世界知名就是 最有名的網紅 對 結果竟然是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本人 可是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他帶起了一個 仇恨的言論 然後再帶起了一個 美國國內的一個 分裂的那樣的氣氛 那再這樣下去的話不得了 等於是我成為你的發言台 到時候我就變成一個共犯 然後 就是美國民粹化的一個 最大的共犯 就是Twitter這樣 對岸其實有一個論點 除了剛剛老師講的那個之外 就是說 欸 腸痛不如軟痛 都會付出一樣慘痛的 再加拿護先補好了 喔 這個是一個東西 另外一個事情是說 他會成為美國二次南北戰的紀元 我說實在的 所以幸好川普沒有連任 我現在如果 站在中立一個立場 因為我們是反戰的嘛 對不對 真的是站在比較中立的立場來講的話 就是幸好川普 真的沒有當選 因為他當選第一任 但是美國分裂就已經到這麼嚴重的程度了 對 那如果在第二任 那你會覺得 喔這個超猛的 那就真的很有可能會變成 也不是南北戰爭 這個叫做 中間對兩岸戰爭 有沒有 因為沿海幾乎都是挺那個 拜登的 然後中間的都是挺川普的 所以變成中間往外打這樣 不是南北戰爭 這是中間往外打的那個戰爭 美國又兩岸喔 美國兩岸是大西洋沿岸跟太平洋沿岸 然後對抗中 對內陸 但是內陸就是他們傳統所謂的Redneck 那你要知道 我知道很多的同學 然後或是說 台灣其實很多人留學嘛 尤其到美國 所以是大中 兩岸都是大中 那所以留美派的人都跟Sean一樣 會跑去美國的時候 會遇到有一派叫什麼 Redneck 紅脖子 那紅脖子其實某程度 用台灣這邊我講一句 比較大巴掌的 很多那種比較 台北慫的 他根本不吃米架 不吃肉粿的 和不吃肉粿的台北人 從外面出過台北市以外的這些人 去看台灣的中南部的人 有這種感覺 就是中南部在這些人的既定印象中 就是類似美國人對於這個Redneck的想法 但是Redneck其實也有一些稱讚的部分 不是說他就是一個香巴佬 或是這樣 但是他其實有一點那種很強硬 就是硬派 就是英文叫Hardcore 硬派精神 然後我們這個叫硬井 這是一個包啦 那其實就是 那也有一個貶義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說台灣中南部 其實台灣中南部 有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跟剛剛講的紅脖子有關 就是他人情人暖 很暖 有沒有 跟中南部也是一樣 對 中南部因為你看 比較保守的地方 就台灣中南部就是 廟很多 有沒有 四大三頭高雄博光站 然後台中 東台禪寺 有沒有 四大三頭佔兩座 只有一座在台北 在那個什麼是 法谷山 在關渡那邊 然後最後一座就是 實際 花蓮跟台東 花蓮跟台東都是大本 所以你看在中南部就佔了兩座 那美國呢 一模一樣 全部都是 聖功會 天主教跟基督教徒 都很多都是所謂的Redneck 他們都非常虔誠 週六週日 他們叫Worship就是敬拜會 敬拜的小組 都是 他要穿 不是你不能不打領帶 但你要打領帶的 像是平常 我不太喜歡打領帶 因為真的很 很固的很緊 就好像我戴口罩 然後跟 要跟人家談三個小時的會 這樣很累 但他們是非常 連小孩子小朋友 你就算不戴 一裝外套 你就是要穿個吊 吊帶有沒有 然後穿個那個三件事 對他們來講 這是個非常隆重的社交場合 所以這一種特性 你會發現其實 在美國軍隊裡面 很多人都是Redneck出身 包含之前有一部片是 那個Bradley Cooper 布萊德里 古波 就是那個 演太空晚雄的那一隻 對 Marvel太空晚雄 就配音 他直接曾經拍過一個 片叫做 美國狙擊手 American Sniper 這個我有看 他就是中西部來的 德州來的海豹特工隊 然後最後被打爆 結果被自己人打爆 內陸的一個特性 他是比較保守一點 對 所以他就很很適合共和黨 因為共和黨就是一個保守派 沒有錯 然後兩邊 因為他靠近海峽 靠近海邊 他的資訊接收比較快速 所以他會比較開放派 對 所以說這一次 可能就是說是一個 開放派對保守派的一個直戰這樣 就LGBTQ BS 老白直男 對 因為我說實在的 就是有贏有輸啦 對不對 你要說歐巴馬贏 但是西拉蕊輸了 啊可是 你那個川普你也有贏過 可是我說實在 你輸了就算還是要認輸 因為 2024年你還有機會 你是該輸 2020你真的該輸 對 然後2024年有人說 老師他那個時候川普就快80了 第一個你自己有機會 第二個你的女兒也有機會 因為那個 他的女兒說實在是非常優秀 叫伊凡卡川普 其實我覺得還好 我個人是很欣賞他 就是 又漂亮又聰明 然後 又很有政治的同能 可是整形我個人是 我個人是尊重 對 因為他自己也有他自己的事業 但是我必須說 伊凡卡 我個人最欣賞他的一個 就是說 他20歲之後勒 他不靠他爸 他自己創造自己的事業 這個我其實我賣 反正真的 2024年大家都要看 因為伊凡卡的確有奶腹之風 而且他又沒有他爸爸的那一個奧忌 不要正常 不要正常 而且他的Twitter也沒有背信 對 我就覺得 你就認輸 然後2024年都還有機會 反回一層 可是你這樣子 弄成這樣子 這麼難看的樣子 那你2024 你很難再起人 對而且你女兒也很難再起人 如果拜登的身體健康狀況 跟亞蕊一樣的出現狀況 問題的話 那不能否認還是有這個可能 但是這個反正跟我們沒有關係 我們就是看個熱鬧 大家都說 另外一個熱鬧 還有一個更猛 美國的這個總統 最高領導人 大統領 他們的順序是 總統副總統 跟眾議院議長 對 那很奇怪的是 我們現在講到眾議院議長 超討厭川普總統 我們這一位叫做普洛西啊 你知道普洛西最近做了一件什麼事情嗎 在今天到昨天 就是因為這個 就是持續的不同 他已經跟美國的各軍事首長 跟聯席參謀總長聯席過了 跟他們溝通說 避免 我覺得根本就是阻止 不是避免 要直接禁止他在這10天之內 動用任何的國防武力 包含合武 我覺得這的確是很有可能 因為川普 他是一個手勢都要幹得出來的 包含就是說 他在敗選之後 撤換國防部長這件事情 也是一個人撤的事情 對 那他撤換上國防部長 撤換國防部長 換上一個聽自己話的一個國防部長之後 那事情就會更難以預測 嗯 喜歡我們的頻道嗎 按讚訂閱分享 小鈴鐺開起來唷 好